中国球迷都是瞎操心,担心吴磊踢浮了银钞,他哪个决定不靠谱? 要说现在中国球迷最关注的球员是谁? 大家肯定一口同声地回答是吴磊。 在西甲的西班牙人队,吴磊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属于中国球员的记录。 比如第一个西甲首发的中国球员,第一个西甲取得助攻的中国球员, 第一个西甲取得进球的中国球员,第一个被西班牙球迷高高举过头顶的中国球员, 第一个国王杯取得进球并且没开二度的中国球员, 第一个攻破巴萨球门的中国球员,第一个欧联杯取得进球的中国球员。 可以说吴磊被球迷说成是全村的希望,一点都不过分。 比如有球迷认为,吴磊的身体太单薄,根本没办法在英超打对抗, 而且英超的节奏很快,吴磊的体能也是个大问题。 而在他27岁的时候,吴磊做出了决定,选择刘洋, 而且选择了对于中国球员来说难度最高的西甲。 很多球迷都像现在一样,不看好吴磊。